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在牌照上 對於花式飛行的要求是有不同的 一般的私人飛機牌照 其實是不可以做花式飛行表演的 是要再考其他的花式飛行 我們所謂的endorsement 你才可以做花式飛行的 甚至乎是每一款的飛行 其實都是需要去考的 民航署可能可以透露多一點 究竟兩件事 本身當日是否真的進行花式飛行 第二就是 那位機師本身是否持有效的 花式飛行的相關牌照 而這個地點方面 其實如果做花式飛行 都會盡量避開一些民居上面 以及如果要飛的話 都會是比較高一點的高度 如果有甚麼事發生 需要救機的時候 其實都比正常來說多一點的時間 去進行一些舊機的動作 當然希望相關人士 亦都盡快康復 現在在醫院裏面 都希望去大埔冷過 而所有的調查都要 給民航署來做 其實現在的民航調查 仍然是民航署做的 但其實相關法例已經過了 將來會有一個獨立意外調查的機構來做的 究竟今次還是在過渡期之前 即是民航署自己調查 還是已經會交給新成立的一個獨立調查的部門去做 這個暫時未有交代 而另一件事就是有些朋友說 為甚麼要這麼久的調查 其實一般這些調查都會是很久的 可以是一年 可以是兩三年 都不期 因為其實你的調查方向 必定是從幾樣的 一定是看看天氣 第二看看有沒有基建的問題 第三是否一些真的飛行的失誤 或者有另外一些外來的影響 來到導致這次事件 相信民航署或者是那個獨立調查機構 也都會是從各方面來進行分析 以及做回報告 地面在帕斯州那裡 其實是否升降了帕斯飛 或者是一些飛行檢查的 其實你要看回 就是說 他現在所墜毀的地方 其實附近都是海邊 變成是剛才說過 如果進行這一類的花式飛行 你盡量避免任何民居之上 所以其實當那個地方 你說是否升降 其實我看不到一個太大的問題 我不能夠用多來形容 當然做花式飛行有一定的要求 無論是對飛機和對機師本身 因為不是所有飛機都可以做花式飛行 一些是特定飛機才可以 而那個機師要求亦都是 正如剛才說過 不是所有機師都可以做花式飛行 亦都要考取另外一些牌照才可以做 甚至乎是每一個花式動作都要去考 所以不能夠一概而論 如果你要做一個花式飛行 剛才說過 要是你自己本身有牌照 要是你和一個合資格的教師 導師在你旁邊來進行訓練 來學習這個花式飛行 如果沒有合式的牌照 而進行花式飛行 那這個是違反法例的 但當然我們不能夠定性 這次是這樣出現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 究竟兩件事 機師本身有沒有花式飛行牌照 第二 他是不是真的當時 是在做花式飛行的動作 因為剛才說過 據目擊者所說 所謂的打轉 或者看起來好像花式飛行 其實可能是失控的時候出現的狀況 並非刻意做出一個花式飛行 所以不能夠這麼早下一個判斷 其實如果失控的話 看看會不會是機件的問題 導致失控 另外就可能是出現一個失速的狀況 令到機器失速的時候 還轉彎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會很容易出現 我們所說的spinning 就是說一架機好像不斷在這裡打轉 這個就是失控的其中一個可能 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狀況可能出現 但是這些是比較常見的 為什麼會失控 通常都會是 一架飛機開始出現失速的狀況之下 但是就用了一個 不正確的方法來救機 就導致飛機在失控之下轉彎 那就有機會出現打轉這個情況 但是一般的機師也會在訓練期間 都會懂得如何處理這個狀況 來救回一個機 基本的訓練其實是有教的 當時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們不能行一個定論 甚至當時是否真的這樣打轉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所謂的打轉 究竟是飛機在做一個花式表演 譬如它是在做一些所謂的Looping 就是好像過山車那樣 那些Loop 那些打轉 那些打轉正常 又或者它是在做一個所謂的 一架飛機一路飛 然後不斷地反直飛 那些都是正常的 而它所謂的打轉 如果是這兩種的話 那這個其實不會是失控的 但是你說不是的 它真是一架很明顯的Looping 就是一架飛機不斷在螺旋形 來到向下墜位 那這個就是一個失控的Looping 我一個目擊者這樣說 就當它是 OK 好 第二部份 說回海事處 剛才這個發展事務委員會 你會見到關於海事處 第一個項目的 我為何要提出這件事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 在文件的第六段 竟然是揭露了一件事 就是海事處 原來過往二十年 都是違規違法 去作出一個海事上面的安排 所說的是甚麼呢 就是說其實在法律上面 是寫明超過三千噸的船 又或者超過一千噸的船 如果有這個危險品 又或者第三類就是 或者有任何氣體 載著氣體的船 這三類的船在香港的水域 其實都需要領航員的 但是在二十年前 海事處自把自為 竟然將大澎灣這個區域 就覺得他們是有權 來到豁免 領航員的 他豁免的理由 理由是甚麼呢 就是說因為那個地方 就比較少船經過 但是你是不可以凌駕法律之上的 但是海事處當年就做了動作 就是豁免了這些領航員 而去到今天才知道 才發現二十年後的今天才發現 原來海事處是違反法例 亦都是越權 是批准這個豁免 所以今天就來到這個委員會 來講這件事 其實都不是最需要講這件事 只不過在文件上面說 其實他們說文件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提過這件事 是文件上面有寫的 這樣才揭發了原來海事處 過往二十年的問題 我們會見到 這些全部都是一點一滴的累積 所以我們看回早幾年的南灣海難 更加就突顯了 海線處過往的自把自圍 甚至乎覺得自己是隻手遮天 在一個專業部門裏面 因為比較少人挑戰他們的決定 你會見到很多這些流動 竟然出現了 所以藉著這次的修例 亦都希望有關當局 特別是政府 是真的要好好整頓海事處 究竟有沒有其他相關的條例 又好像這一條一樣 可以過往二十年 無視法律 竟然是做出一個非法的豁免